大家好 我是立法會議員鄭銘迅 又到文記有話說的時間 今天想和大家說說房屋政策 特首在2022年的施政報告提出 為供應房屋項目制定幸福設計指引 為公屋居民打造更舒適的公共空間設施 及屋邨的環境 的確 全香港有不少高樓齡的公共屋邨 村內的休憩空間 球場等等的公共設施 甚至大廈的外場等等 其實都有點殘舊 如果適當地去翻身和優化 就可以令居民住得更加安心和舒適 所以感謝局方接立了我們民建聯的提議 推出了幸福設計指引 並挑選了五條現有的公共屋邨作為先道計劃 進行了翻身和改造 包括我們的建議 在深水埗的宅安邨 另外還有啟業邨、富生邨、水邊圍邨和美林邨 我自己早前亦約了 房屋局和房委會的官員和同事 去到深水埗宅安邨實地考察 看看屋邨裏有哪些設施 需要和大家翻身和優化 當日見到不少住客都是長者 所以在村內的健身和休憩設施都不多 亦有些康諾的設施已經老化了 所以我就建議 當局在制定指引的時候 其實必須包含健康活力的元素 例如在宅安邨增加多些戶外結身設施 增加多些無障礙通道 又或者適合小朋友和青年人的康體設施等等 以至要支援我們長者的日常生活需要 居民在空餘的時間 都可以多些下去公園 下去散步做運動 強身健體 期望局方制定幸福設計指引時 多落區聽聽市民的意見 制定以人為本的指引 剃造更加有幸福感的對著環境